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默认已经把这个五年系统已经换成了XFS 是它的标配 看到吗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放弃这个EXC家族呢 这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首先 EXT系列在整个Linux的这个生亚当中功不可没 绝对是重量级的工程 是一直伴随着Linux的不断前进 对元老级的人物 但是呢 它的优点就是历史比较久远 在500年前大家都在使用它 而且呢 使用的人比较多 对它的支持 各种软件对它的支持 无论是支持优化都是比较成熟的 就大家都习惯使用它 很多业务都是基于这个EXT4 T3来跑的 但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 它创建稳定系统的时候非常慢 同样也修复慢 还有一个对容量的支持有限 还记得吗 还记得那个T4在7上面的支持是多少 50T是吧 在6上只有区区的16个T 而XFS在7上能达到多少T 是100还是500 7啊 OK 好 所以XFS 它当然也是一种日制型文件系统 也是支持索引的 也是一样索引和日制型文件系统 换句话说 4 EXT4有的功能 它全有 前面EX有的它全有 然后呢 没有的话呢 它也有 比如说高容量 高容量支持大存储 这个特别适合我们当前的一些业务需求 动不动就是上 上达到P 这个级别是吧 或者更或者接近于这个级别 然后呢 高性能速度快 创建修复文件系统快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快呢 是因为它的iLoad和Blog 是在系统需要的时候在分配 在产生 而不是提前准备 所以它的创建速度非常快 那么XFS呢 这个文件系统我们不再做特别深入的研究 为什么 T4有的它也有 所以它也有 是吧 不同的是 它 这个文件系统呢 有三个区 一个叫数据区 它这个数据区啊 就给我们在之前了解到的T系列 EXT系列家族一样 包含iLoad Block SuperBlock 它是集中放到这的 没有吗 它也有日制区 Log section 它还有一个实时运行区 Reactime section 三个区 就是给我们前面的T4 其实是什么 几乎是一致的 就是 在这个 所以 还有什么 日制层面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再特别去研究它 然后 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怎么去看 和怎么去什么 修复 我们怎么看 XFS的信息呢 不可能使用那个叫Dump E2FS了吧 而使用的是 XFS Info 后面加上什么 它俩不能通用哦 T4的是不是只能看 你看 是不是看T4的 你看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好多都是 看 是不是都是XFS的 然后我们用这个叫 叫什么 Dump E2FS 然后我们加上DVSDA1 这个是不行的 对不对 XFS XFS 怎么死掉了 XFS-info DVSDA1 是不是更清楚一点 好 这是它的 比如说BlogSize大小是吧 数据区这一块BlogSize大小 数据区 日识区 还有什么 ReiTime区 每个区的一个 总的一个分配情况 它格式化速度非常快 因为它不需要事前分配 没什么 它在需要的时候在分配 那这个如果它遇到错误怎么修复呢 同样也可能遇到不一致的问题吧 用到的是一个叫XFS Repair 第二 好 下面呢我们同样来做个演示 MKFS MKFS.XFS 将DVVDA1格式化 各位 这里它说不能格式化 为什么 倒不是因为挂载了 挂到是没挂 是因为它说 这个设备已经 包含了一个存在的文件系统 T4 你可以 Force Overwrite 我就喜欢这个 很快吧 你看 无论多少G很快 然后怎么修复呢 我们先尝试把它挂一下 好吧 看看能不能修复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VDA VDA什么 E 将它挂到DATA1上面 XFS Repair DV下的什么 VDA1 好 各位已经看到很清楚的效果 不能这么干 是吧 是不能这么干 需要怎么做 对于这种修复的这种行为 肯定是不允许你在线的 对吧 它说它已经包含了一个挂载的文件系统 而且这个文件系统是可写的 是吧 on mount DV下的VDA1 再来 repell一下 看到吗 这个修复是不是就可以了 明白吗 所以一定要先怎么做 好 先把它卸载掉 但同样gain分区 gain分区能卸吗 不能 那gain分区如果不能卸怎么办 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像这样直接去修复吧 好 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或者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同样如果是T4的那个gain分区坏了呢 是不是也修复不了 因为你卸不掉就修不了 所以所有修复都应该怎么做 先on mount卸载才能修复 所以我们我建议大家去研究一个东西 不然叫livecd 这种东西 当然也可以你把你也可以怎么做 也可以很简单的把你的系统装到U盘上 用U盘启动 是不是也可以啊 他或者直接使用livecd 就在线cd 这个就不用装 相当于一个已经 已经那个什么 装好的系统 你用它就可以启动了 这可以 当然不一定要用这个啊 这只是我们众多的手段当中的什么 一种 你可以用U盘来启动 然后并且来修复 总之必须保证那个 就是不能用它的分区 当然如果更新分区 当然如果更新分区有问题的话呢 其实你重启的话呢 它也会直接报错 报错的话 是不是就进入到那个叫什么模式 修复模式里面去了 在那也可以修复 7这点做的也真的很好的 对不对 所以livecd用不用都有都两说 是不是 不一定用 你敢重启 他就敢什么 在开机的时候报错 然后带你进入到那个救援模式 恢复模式 然后在里面再去 在没有挂载之前 再去做fck 或者是xfsrepair 明白吗 各位 不能搞错 这两个命令不能会用 知道吗 如果说对T4来讲的话 一定是用什么 用的是fck.eat4 或者是e2fck 对xfs一定用的是什么 repair xfsrepair 同样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一个是用dump.e2fs 一个是用什么 用的是xfsinfo 就information 对不对 这种方式来看 能听懂吗 各位 再次来瞧一下我们这个恶心的fand 吧 它是一个典型的不支持所以的吧 找文件是巨漫啊 你只有找到一个读到一个文件的block的块 一个块读完到屁股后面的时候 才知道下一个块在哪个地方 相对于每一步都是都是未知的是吧 这个速度就慢多了 换句话说 再问大家一下 雷利克斯的这个ext系列或者xfs系列 这种所以行文件系统需要碎片整理吗 没那个意思好吧 尽管官方也有这个碎片整理的这样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认为那个意义没那么大 好吧完全没那么大 听明白了吗 好这就是我们这给大家介绍了这三种ext家族 这个介绍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原理是吧 特别是一个t原理 因为它和xfs是很相似的 然后第二xfs的文件系统 这三种这三种 这三种他们的一个怎么看 还要怎么去什么 修复的一些案例 能有没有 好这个大家自己的一定要掌握 能有吗 最后再问你们一句话 文件名一个文件的文件名是保存在哪的 是保存在它的iLoad里面的吗 是保存在它的blog里面的吗 不是 是保存在它上一集目录的blog当中的 上一集目录的blog当中保存了这个目录的什么 文件名和iLoad的信息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删除一个文件 其实操作的是目录的内容 目录的内容就指的是blog对不对 还有一个怎么去看文件的那个叫什么 iLoad -i能看到任何一个文件的iLoad 来问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 两个文件的iLoad是相同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有 那我再说一遍 有没有两个文件的iLoad相同的 有 如果有的话说明什么问题 有的话我告诉你 有两种可能性 一 他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 双胞胎兄弟 OK 赶快认 我的意思是好吧 也就是说其实是同一个文件 后面我们讲链接 是同一个文件 第二种是什么 不是同一个文件 就是 复制过 复制过 复制过那是个新文件好吗 对不对 复制过肯定是个新文件吧 我老子想想看 我们说的iLoad 和blog 你回过头来想想看 这个分区有1号iLoad 那个分区是不是也有一号iLoad的呀 那个分区是不是也有一号iLoad的呀 这个房间有40 这个大厦有403 那个大厦也有403呀 你能说这两个403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好吧 因为他们不在同一分区 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当中 明白吗 所以所以两个文件是同一个iLoad 会是什么情况 大部分人都会说 他俩是链接 一年间 不一定啊 也可能是什么 也可能是不同分区 正好敢巧了 什么 他俩是同一同一同日升了吧 对不对 同一个iLoad 有这种可能性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所谓的一个磁盘空间占满了 是指 是指什么占满呢 两种方式 你看 各位 df-h 是看什么占满 是看的是什么东西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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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么 df-i 当然h是个打加油的啊 h只是为了显示它的那个啥 就是纯粹的df 只是看的是什么 Block的使用情况 Rdf-i呢 看的是iLoad的使用情况 每个分区 我就想说的是 无论是iLoad 占满 还是Block 占满 我们都认为 空间 满了 是这样的吧 但是你要说细点的话 也能说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文件都会分一个iLoad 当然如果这个文件呢 已经有了iLoad呢 那就不用分了吧 是不是 我们就写它的数据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你懂吗 那换句话说 我现在写一个循环 建立上万个或者几十万个空文件 明白 那我们试一下啊 试一下 反正有办法 这是虚拟机是吧 这虚拟机是不是 嗯 我是在虚拟机里面看到吗 What what 我在虚拟机里面啊 这边呢 这没有这个命令啊 因为没有装 装了 我不是在虚拟机里面看到吗 我是在真实的实验里面 这边你进入到梦空间第一层 还可以啊 虚拟化能支持虚拟化千套啊 嗯 你可以进入到虚拟化第二层 不是 我跟你说了 你们现在在听课对吧 很认真是不是 嗯 其实你们在做梦 嗯 你们根本就没有在这听课 你们只是在做梦 梦见自己在这听课 有可能 有可能吧 其实也有可能你们是在 做梦 梦见自己在做梦的在听课 啊 我自己说明白了 反正是啊 我不知道 说哪呢 我们要开开 哎 哎 哎 同志们 这个boot还有多少兆空间 三三三 36 36 啊 但是这个boot还有多少个 i load 呀 25 25 好我就见这么多文件好吗 嗯 我在boot下为了好整的话 我整一个文件夹 怕一会太乱了啊 然后我在这里面写个小循环 啊 for i in 别管那么多啊 一点点 这个数字 do touch 在哪儿 boot下 di 下键 file dollar i 就是file1 file2 file3 file4 down 然后我们就大家等待一会儿好吧 这个应该是成功的 因为 因为刚好 啊 这这这么的慢呀 个十百千万十万 哈哈 冒不冒 还我什么事 就一个cpu 这不是cpu的问题 本来就慢 磁盘也跟磁盘有关系 空文件也要 空文件不占磁盘吗 空文件是不是要写i load呀 首先会 他是不会去搜位图 找到空语的i load 然后是不是该分享i load 然后再写i load 我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这这这这这等不下来了这个 对啊 有时候不要心急慢一点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少喝点水就行了上什么厕所呀 喝水不促进人的血液循环 上我课少喝水 不用特别促进血液循环 去吧 去吧 你看这这这这穿就不完了这个看 想做个做个时间你看这么痛苦啊 我连到我连我连过去看一看那个机器什么 什么个情况 192168多少 12.27是吗 一怕呀才啊 我都不想演示的这个这个东西 都一半在等等是吗 哎我教你们的命令啊 他们上次我走了我教你们好吧 这个命令是不是回车以后只有一次啊 我们有一些命令可以这样做 手动敲很麻烦 Watch-N 给他的间隔一秒钟让他敲一下这个命令 Watch-N 然后后面呢 加一个间隔一秒钟可以 当然可以0.25秒钟这么写也可以 好吧 然后呢干嘛呢 固然标准的做法应该把后面的命令引起来 标准做法 否则的话遇到管道的话会报错 但是不引的话呢 因为这个命令没有管道 所以实际上引不引 都成 看到吗 啊 0.5秒 我少写了一个0 好吧 哎 任何命令都 任何查看命令都可以这么干啊 我可以让他一秒钟看一次 Ls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看看看看看看 感觉不一样吧 这个 这至少心里舒服一点 你看看着他变少 就是你家里的钱再变少 就是你家里的钱再变少 哎 这个再变多哎 你的花销再变多哎 是不是这个还是挺有感觉的啊 各十百千万 哎 我们0.5秒钟看一次 可以再再再再疯狂一点 好吧 再0.1秒钟看一次 这个多好多好 是不是 就看这种效果好一点 这这 马上就要结束 我们等到一百的时候 看这边怎么死啊 哦 应该是没穿进去 那么多 可能是满了 没有足够的空间 好悲哀啊 0了 现在 现在很痛苦的是什么 啊 Touch 在 布的下面 再穿一个CC No Low Space Left Arm Driver 在这个设备上 没有足够的空间 趁你们刚走的时候 我们该讲了个命令 以后谁上厕所 可以上 但是我们要讲一个 没讲过的命令 但是你们有视频回顾 不怕 嗯 好 我问大家 但是你注意看 这个分区也没有用完啊 这好多人说 明明还有什么 232兆 或者明明还有10个G 怎么用不了呢 没有什么明明的 因为I load 占光 也占光 不乐的占光 也是光 但现在我问一个问题 能不能够把数据写到一个老文件里面去啊 因为他不用再分 因为他不用再分什么 哪了 可以啊 但接下来 会让你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案例 我让你英文阅读 你们也没阅 接下来 什么事呢 想删除 大家有时候说删DA1 如果删DA1 那可是很快的 但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打算 或者也根本没办法把一个目录删掉 因为目录下有些文件我们不能删的 我们现在肯定要删除file 新 明白吗 我们加一个统计 任何命令在执行的时候 都可以加一个time 来统计它的整个所花的时间 我说的是任何命令 OK 很快 不是很快 是根本就删不了 看到吗 他说参数太长了 我让你们英文阅读 根本就没阅 看来是 如果阅读过的话 就知道 我这个错误是 上面有提示过的 你们这些人啊 英文阅读这个材料给你们准备好了 没去阅啊 这怪谁啊 一想考几名英文 第二呢 fast 是吧 method 快速的去删除一些links文件 你看他这边呢 有一个下面有例子 看到吗 按照这个删法 按照这个删法会怎么样 参数列表 干哪去了 现在蒙了没了 参数列表太长了 是不是 所以可以这样删 可以这样删 用其他的方法删 或者用其他方法删 或者用其他方法删 好多种方法 你选一款 这适合你的就可以了 好我们找简单的 find吧 找到这里面的文件 类型是文件的 或者怎么着 这个find还没有讲过啊 别着急 因为参数太长了 实际上是个事儿了 对不对 find 找boot下面 dia下面什么 然后名字是我 我要画一个 是file新的 是吧 杠 一个杠 好吧 哪有两个杠 哪个眼睛看那两个呢 忘了加个花费 我们估吧 我们估吧好吧 我们估算 我也不知道估多少了 现在反正是感觉有三十秒了吧 随便你 唉唉唉 唉多少 唉多少 毕竟是什么 少 同学们你们能不能再下去 把这个文件把这个 看一看吗 把我刚给你分享的文档看一看吗 嗯 天哪 你们要是不看的话 你们就走上那个贝特老路 什么路 RM 删不掉 好吧 参数太长 好 这个我大概扩展了一下知识啊 我想说说明的就是 iLoad 站满 一样是什么 站满 你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不知道整个 EHT4 或者XFS的这种 结构 没有吗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这几种文件系统的结构 对 说明明有多久 没有多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